請坐 外面好冷 柯米啦 你辦公室怎麼不裝個暖氣 現在溫度才9度 你怎麼坐著 中電 電火車 這麼煩惊 哪裡 不過心靜自然暖的 如果很冷的話 你可以去站在牆角 為什麼要去站在牆角 那邊有裝暖氣嗎 因為牆角也90度 拜託 柯B 你也上任快一年了 對不對 一年多了 你怎麼講話還是這麼白爛 你怎麼不叫我直接躺在地上好了 因為躺平了也580度 我正要說 電火球 你真的是反應很快 還是說這裡有延長線 你手指比夜 然後插進來你的電火球 不就亮了嗎 我也可以取暖了 好 我比夜插進去 差一點被你騙了 難得來找你 你還這樣耍我 好啦...跟你說真的 你現在站起來 我自轉一圈 好 我站起來自轉一圈 然後咧 這樣就有360度了 如果我還是很冷 那你就趕快睡覺去做夢吧 什麼 睡覺做夢 不然夢自己在夏天好熱好熱 不是啦 是在夢裡 你就行他千百度 你想要有幾度就有幾度 還木籃回首 那人卻在燈火藍山處 你不要再白爛 好 拜託 柯市長 我是要來跟你講正經事的 你是要跟我講什麼正經事的 我是要來跟你借安全帽 最近我也想騎機車環島 你也知道我的頭上光光的 想跟你借一頂安全帽取暖 你只是來借安全帽 好啦 我這裡剛好有頂心的 你拿去用 什麼 頂心 什麼時候開心做安全帽 那我看你還是留著自己戴 怕死 拜託你不要一直鬼火鬼叫好不好 我是說我這裡剛好有頂心買的 不是頂心做的 你怎麼看得黑影的開錢 這樣這麼大聲 我就嚇到 這裡沒得取暖 我要去找蘇嘉犬 我下午要跟他一起去動手術 趕快去準備一下 你身體怎麼了 為什麼需要動手術 怎麼沒有讓我知道 沒有什麼 我們要去做 人體無用不組織群體切割術 拜託我 奇怪 那是什麼手術 我行醫二十幾年來 怎麼沒有聽過你這種手術 是哪個醫生要幫你開刀 被我耍了 我說白爛送你 是我家巷口那間理髮店的阿姨 從小剪到大了 我頭髮都是給她剪光的 走啦 群體無用不組織群體切割術 就是剪頭髮 這個電火球是越來越厲害 隔壁妳就不要再講冷笑話了 我們到高雄最有名的 瑞峰夜市逛逛 入夜後高雄的玉城路 和南平路口車水馬龍 來自四面八方的人潮 湧進瑞峰夜市 不可不吃的美食 從烤肉 牛排 麻辣魚蛋到各式飲料 且買攤業者靠著迷死人的香氣 和視覺美味大至吸盡 但唯獨這一攤 智狀成本最低 刮包 來 刮包 她的刮包是我吃過最好吃的刮包 她從新杰漿的時候 我就很喜歡吃了 你是她的粉絲啊 對 算了 我找不到比牙好吃的刮包了 我們大陸叫這個叫做肉夾模 不管是肉夾模 還是台式漢堡 一指燈泡照亮一大盆子刮包 不宜先熱氣蒸騰而上 這個缺乏現代感的小攤 反而成了夜市當紅炸子雞 都喜歡耶 因為很少賣 我看到都會買 滷到透的里脊肉 有肥有瘦 還有肥中代瘦的任君挑選 大概會有九分都是肥的 只有一分是瘦的 他們會硬要挑這一種的 但是那種大概只有十個 才會出現一個而已啦 配上香氣四溢的筍絲 酸菜 花生粉 還有用自家醃製的小黃瓜 來取代許多人不愛的香菜 在傳統不過的口味 刮包哥用自己要吃的心情 來面對客人 每賣出一個 總會不厭其煩的提醒 小心吃 或是問要不要立刻吃 這貼心的小叮嚀 讓他每晚賣出超過三百個 也訓練出三十秒 就能包出一個燙手掛包 成了夜市禪奇 動作太慢的話 客人的速度會更 永遠就跟不上客人的速度了 南部的話 它掛包裡面 會糖粉跟花生會在一起 如果在十分鐘內沒有吃的話 它當糖粉融化光光以後 饅頭它就會含著 很大的一個水分在裡面 有時候會造成饅頭 它會有水水浮浮的感覺 我看你都手手這樣 很厲害 盡量啦 就是說有時候 我覺得工作就是這樣子而已 有時候能服務的就是服務 服務業就是這樣 學校畢業後 蕭致敏原本在幫爸媽賣豬肉 後來口蹄一爆發 大家聞豬色變 生意慘淡好幾年 後來注意到刮包用的是熟肉 民眾不敢碰生食 卻對熟食依舊有熱情 有時候那個豬不新鮮 那個肉都不一樣 有肉的顏色 對…你要會挑啊 所以吃你的刮包 那個豬肉是沒有問題的嗎 沒有…都不一樣 都比較好吃 都沒有問題 對 因此漁玩高手的老爸 就帶著家人轉行 賣起刮包 滷鍋肉的醬汁剛好是 滷筍絲的最佳調味料 再加些辣椒 經過慢火燉煮 不用夾進刮包裡 就足以讓人食指大動 小爸對自己的手藝很有信心 刮包裡的所有配料 都是他和小媽一起準備 堅持當天現煮 現賣 結果民眾很驚 一吃就吃得出來 後老婆我們以前就是 禮拜一 禮拜四 都是我們拼起來的 現在還賣一天700個 禮拜一 天氣炒的時候 六 七百個 以前都一千多個都忙不來 都真的也忙不來 他們講究到 連蒜頭都賣剛出泥土的 要帶回家自己曬乾 小爸說這樣最安心 至於酸菜的煮法 也很不一樣 剛剛我都煮了 因為都用炒 炒到這樣 炒到都不一樣 油很多 炒起來都不一樣 這炒到你炒 我自己研究的 自己揚 這個水煮你去看看 等一下又酸酸 又酸酸 又不會油 又好吃 又很新鮮 小爸和小媽從早平到晚 就為了早日還清房貸 原本已經在六合夜市打響名號 後來陸客一到帶來前朝 租金卻也從一萬五漲到四萬五 實在無力負擔 只好在一年前轉移陣地 來到瑞峰夜市 正要在大展身手時 小媽卻因為過勞 中風倒了下去 比如說她福氣不好 因為就是說 債務長完完以後 她才要生病 變成說比較沒有福氣 可以享受 人生有時候就會想說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做的事 比較隨興的一點點 我剛好要換工作 然後她媽媽就是問我 近況 然後就是把我挖腳來幫她這樣子 親切的招呼 露出深深的酒窩 掛包妹的事實加入 吸引來更多買氣 位處創新 求變 求快 鼻大聲的夜市場裡 加上有誠意的清湯掛麵 成了千百美食攤裡 唯一一個掛包味 接下來我們到台北市中校東路 散彈的巷子裡 這邊要幫你們上我們 特色叫原蛋白肌肉火鍋 我們是用唇雞骨下去熬煮 五到六個小時 所以色澤的話 會色會呈現乳白色狀 每一鍋都吃得到濃稠膠原蛋白的 是日本福岡伯多 流傳超過150年的傳統鍋物 水吹雞肉火鍋 之所以叫水吹 是因為居民原本只用雞肉水煮湯頭 後來才慢慢演變 調製成今日的水吹火鍋 那先從品湯開始 那品湯的話 我們會先加入鹽巴跟蔥花 第一碗細腸雞湯的原味 接著享用鍋中好料 再來的話幫我們製作 我們的手工雞肉丸 它是用我們雞腿肉 然後雞胸肉還有山藥 和雞蛋製作成的 這邊會有雞腥 雞肝 還有我們的去骨雞肉 桌邊的服務料理人員 按照步驟下料 讓湯頭呈現不同層次和風味 經理過肉的濃郁 和蔬菜的清甜 再來又要補充膠原蛋白了 那這邊的話 是我們的膠原蛋白豆 加進去的話 會讓我們整鍋的湯頭的味道 更提升 然後更濃純一些 所以客人看到這個 都驚呼連連 因為他就問我說 這個可以直接拿起來吃嗎 或直接拿起來磨練嗎 我說可能沒有辦法 剩下的精華湯底也不能浪費 加入月光米和雞蛋 就是一碗銷魂的雞湯雜炊 調米飯去吸收它的精華 然後每一粒都會有味道 因為健康都甘心 現在都慢慢去向白肉 所以現在雞肉或是 這也屬於白肉的一種 因為它會慢慢慢慢的 會退光很多這樣子 引進博多老味道 到台灣的傳經紅杏 媽媽是泰雅族人 爸爸是福岡人 兩人定居在奧萬大 紅杏五歲的時候 才隨父母移居日本 小時候因為半日半台的 特殊身分 常常被同學欺負 有一些那個朋友會欺負我 可是我覺得 我自己想 就是他們雖然是欺負我 可是應該是他們羨慕我 這樣講 對 所以我就都不會難過什麼 紅杏畢業後 在福岡最大品牌的 博多雞肉火鍋工作 年紀輕輕就當了店長 他卻一心想著回台灣 後來向老闆提出 海外展店的請求 一求就是兩年 老闆最後答應是答應了 雞肉來源卻成了最大問題 由於水炊鍋的湯頭 完全不加調味料 雞肉品質相當重要 博多總店有自己的養雞廠 要在台灣找到口感一樣 又不能施打藥劑的 簡直難上加難 尋覓好幾個月 終於在雲林找到 台灣土雞大王鄧靖德 花了七年的時間 培育出來的優生品種 貴丁雞 在日本的話 我們自己有養雞 可是台灣就沒辦法進口 然後我跟那個 總公司的大老闆一起去找 然後去那邊試吃 就我們覺得 跟那個我們自己的雞肉差不多 對 這個就已經很OK的 那你吃了幾家 吃了好多好多 好多 吃太多雞肉 用桂林雞的雞腿骨 熬煮清燉的雞湯 溫潤不油膩 很對台灣食客的胃 靠著口碑相傳 短短一年 水吹鍋已經熬出好業績 總算完成母親多年的期待 我媽媽也是一直希望 我工作有跟那個台灣有關係的 她看到我在這邊上班的樣子 就已經開心 對 然後跟那個親戚他們說 就是我兒子在這邊 有做這個餐飲的 對 好像有那個 我兒子這麼厲害 就這樣 帶著故鄉熟悉的美味 來到陌生的第二個故鄉 弘姓從料理當中 和出生的土地 重新產生連結 她希望哪一天能在台灣 給媽媽買一棟房子 接老人家回來住 這也是父親臨終前 最放不下的心願 有張貞 我碰到了 停258萬 柯比 對了 柯比 你過年這幾天 有沒有帶佩奇出去走走春 我是希望念到有春 當然也是沒有 坐在家裡就一直背念 我哪敢帶她出去 但是要念給大家聽 是又怎麼樣了 佩奇是吃到炸藥了 不是 後來不是這樣講 只不過是大年初正準備出發 陪她回娘家的時候 突然以前當醫生的朋友 打電話跟我說要找我打麻將 還跟我說三缺一 叫我馬上過去不要偷時間 是啊 每年跟老婆回娘家的時間 真的是很難熬 那你都是用什麼理由抽身 她聽我講電話的口氣很緊急 就問我說嚴重嗎 我就跟她說 她病得很嚴重了 有三位醫生已經在那邊處理了 正當我穿好襯衫 要出家門趕去急診 穿好鞋子抬起頭來的時候 看到佩奇手上拿著 台北市長的當選證事 我就知道我剝帥了 你這個也太白爛了 你這個叫做四號 不然你是帶狗狗去哪裡做春 我當然是去泡溫泉 這麼好性質 你不愧是好老公的代表 可不是 我都快愛上我自己了 但是我跟你說 睡覺的時候 我老婆的舉動 更讓我覺得這一切都是值得的 等一下... 你確定要在電視機前面跟大家講 這是限制級的吧 不是 晚上在溫泉飯店睡覺的時候 睡到半夜 她突然緊緊抱著我說 這輩子太短了 你都不知道我聽到這句話 當場老淚縱橫 這婚沒有白結 等一下... 我說郭老闆 你是不是耳朵不靈光 你好像聽錯了些什麼 不就是我對他太好了 他嫌這輩子不夠長 下輩子還要跟我當夫妻嗎 拜託 智商這麼低 這樣也能夠搞這麼大的企業出來 這社會是... 你說什麼 大過年了你不要逼我動出 好啦...你別激動 當初我什麼都沒說好不好 不要生氣 算了... 情人節快到了 你準備送珮琪什麼禮物 拜託 我工作這麼忙 哪有管什麼情人節 不過但是說到情人節 我想到有一次 我還在當醫生的時候 有個女生情人節過後來看我 我問她說 有什麼不舒服嗎 她回答我說 她吃了20片避孕藥 吃了20片避孕藥 這是不是把避孕藥當成維他命再吃 我也是這樣跟她講啊 我就問她說 你為什麼不按照說明書服用 結果她竟然回答我說 她就是按照說明書啊 說明書上面寫著 一次一片 所以...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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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我看妳在那邊 小小孩 這麼痛 郭董 我看你誤會大了 我們到台南康樂街上吃美食 這邊要整團了 先把料子 怎麼在這裡四個肉啊 空氣中的木炭香 混著誘人醬香 一家烤肉萬家香 台南民族路康樂路口 天天都是中秋節 烤肉這種東西 你火太大的話容易焦 火太小的話會太慢 所以的話 你就要大概掌握那一些熱度 熱度有的話 你烤起來也會比較快 其實年次的曾文群 是台南第一的專業烤生 每天硬烤8小時 掌握火候 爐火澄清 它炭烤的味道有燻味 可是它不至於讓你感到焦 然後是感覺有盼香在裡面 對 而且一定要早點來賣 才有更多選擇 女生不是等它旁就感受這些嗎 不管啊 台南不吃要幹嘛 我今天買雞翅 然後雞翅 然後填不到還有魚 明顯 對 對 因為我等一下有活動 然後吃飽一點 一般人家可能就只有鹵而已 然後它還有鮮蘆菜烤過 對… 所以我覺得味道很特別 95分 對 5分是因為有時候要 很多人要排比較久 其中的七里香 不應該更名為百里香 肉質Q彈沒有腥味 讓很多原本不敢吃雞屁股的人 一視成主顧 最喜歡吃什麼 雞屁股 雞屁股 我覺得它的配方 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樣 它那個醬汁它也有醃過 所以我覺得蠻值得吃的 有很多做高鐵來跟我包 包雞屁股的 一定要拿到它才要做高鐵 才會去 對 第一代老闆曾雅志 對自家產品很有信心 結合滷味和炭烤 先滷後烤的二合一吃法 賺錢也二合一兩邊通知 不過事前的準備 也得花上其他店家的兩倍功夫 從晚上收攤後的醃肉 開始長達12小時的馬拉松接力 做炭烤一般都是生肉 直接上爐台燻烤 但增加不怕麻煩 堅持要像一般家庭 中秋節烤肉一樣 肉皮先醃漬過 才會更入味 隔天中午一點 一上工滷味鍋先火力全開 食材一樣先後有序 下鍋做中藥宇 薄乾 花生 豬頭肉 豬舌頭 為什麼直接要煮炸 因為這個比較耐煮 因為這個豬頭肉 你煮過久也沒辦法 你雞腳 如果含那一頓做下去 起來的時間會很暖 那小費還是很簡單 對啊 大概十幾分鐘就夠了 三坪不到的路邊店 一切都得要極小化 老闆娘陳月芸的冰箱 就比一般餐飲店小一號 除了省空間 也能夠讓食材快速輪轉 冰箱裡新鮮度永遠最新 不用一次燉了幾個月 你東西放上去也沒那麼新鮮 所以我都會每天一樣 將近四十年前曾雅智憲兵連長推伍 保險業務做得有聲有色 不過應酬多 花費也多 做了三年多 存款數字沒有起色 那時他已經娶妻生子 覺得這樣不是辦法 逐漸醞釀轉行的念頭 蘆味生意要收攤 曾雅智思考後決定接手 趁年輕拼搏一試 創業圍堅一開始生意沒有起色 曾雅智想潑頭 尋找自己的特色 偶然的機會看到烤鴨店家 用的大烤爐 靈機一動 拿來作為炭烤的第一步驟 大烤爐受熱均勻 烤出的肉類品質穩定 每個人賣的都一樣的話 你不會覺得很特別 但是有的人 他到夜市去買東西 買燒烤的 還是一樣回來我這裡買 因為吃起來就不一樣 而滷味也是一樣 客人點台之後再上爐台探考 讓消費者花一次錢 有雙重享受 曾雅智說 他比別人費本費工 利潤也比較低 但是因為這些不一樣 而在市場上有獨特性 可以薄力多銷 重銷量 節償補短 口袋一樣裝滿滿 第二代老闆曾文群回汗硬烤 回家接棒三年 雙手每天在烤肉白煙當中來去 烤客人點的肉品 也熏烤自己的肌肉 原本在知名汽車公司當總務 是光鮮亮麗的上班族 遺傳的奮鬥精神 讓他跟34年前的父親一樣 脫下襯衫 為前途流汗 現在領媽媽的薪水 收入是以前的兩倍以上 曾文群賺到台幣 也賺到替父母分擔辛勞的安心 做一件事情能夠把它做好 這是原則 也是應該是結果 火爐上有獨特性 美味經過考驗 賺錢當然大話囉 下一站我們到台北市基隆路 一段的巷子內 凌晨兩點 基隆卡馬町起床 燈火通明 越夜越美 各種海味的養殖的新鮮生猛 等著被台灣各地聚集而來的餐廳老闆 師傅 火技 選秀採買 變成餐桌美味 可以了吧 我望很漂亮 OK OK喔 OK喔 這裡 好 我說 創業一年多 李廷翰從原本的魚市場門外漢 到現在可以單獨採賣 老闆情力情為 不怕麻煩 全是為了要有完美的食材品質 72年次的李廷翰 退伍後做房仲業三年 每天14個小時的工作型態 讓他賺了存款數字 卻填不滿心裡的空虛 店長 我們的一些學長 那當然年紀都在我之上 那我看到他們的生活就是 我沒有結婚的 或者是時間很長的 或者是有點年紀了 然後根本就沒有自己的生活 那我覺得我擔心以後我的 我的生活可能會跟他們 類似或一樣 那我覺得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讓客人自己煮不用任何廚藝 技術門檻低 於是決定賣火鍋 當作創業墊腳石 我就先去火鍋店上班看看 對 那結果一去做之後 才發現說原來火鍋 並不是我本來單純想的 這麼的簡單 為創業做準備 李廷翰兩年內 去了七八家火鍋店 臥底學習 他發現火鍋店雖然門檻低 相對的競爭也特別激烈 生意好壞可以天差地遠 必須做出市場區隔 才有勝出的可能 因此他以好的食材為主打 用新鮮原味鎖定中上客群 湯底不用高湯粉 用豬大骨熬出湯頭厚度 老母雞增添香氣 加上各種蔬果真材實料 熬出鮮與甜 常威鳥 這個都是野生的 所以它價格比一般的魚種 都還要高一點 對 然後它口感比較Q 比較細緻 對 那通常日本料理店 都拿來做生魚片 昂雕斑 幾燕啊 常常會用到 那這個價格也不便宜 這個一斤也是超過400到500 在料理台裡 迅速俐落的是主廚陳嘉宏 國中畢業到日本料理店當學徒 歷經知名餐廳歷練 上班15年也想尋找突破機會 在朋友介紹下 和李廷漢的理念一拍即合 把看起來沒有技術的火鍋 當作日本料理來做 刀工 前菜 擺盤 對食物的認真挑剔一樣不缺 像是菜盤的環杯 用的是可以生吃的水果玉米 就是它在舌尖追求完美的廚師堅持 甜度在18度 它可以生吃 一般差不多在10度左右 所以差了快一倍 店裡用的東西基本上就是跟 一般日本料理用的方式是一模一樣的 不是火鍋店看得到的東西 淡雅清甜的湯頭 生魚片等級的魚肉盤 加上自己從日本搬回來 受熱均勻會散發微量鐵質 據說對女性有幫助的鑄鐵鍋 成為東區小巷子裡的西津大米湯 它為什麼水長蟹被稱為帝王蟹 因為它第一 體型夠大 第二 它的肉質比較肥 比較厚 它是所有蟹裡面最厚的 然後再來它的甜度是在 在算螃蟹裡面算高 可是還有一點就是它 為什麼喜歡它 因為它肉比較厚 吃起來比較有紮實感 北海道坐飛機來的 火跳雪場蟹 成本六千元 要做的是雪場蟹六吃套餐 雪場蟹大蟹八塊之後 肥美的蟹腳直接上烤爐烘烤 要讓蟹腳在舌尖上橫行霸道 其餘的汗燙燙三分鐘 然後冰鎮保持Q彈肉質 蟹腳沙拉好吃到饕客 沒時間滑手雞哈拉 火鍋界的帝王饗宴 光用看的就引發口水大潰蹄 湯會變得特別的甜 對 對 會比較甜 比一般外面的人家可能水煮的 螃蟹還是什麼的 它會多一個蔬菜的香氣在裡面 它跟一般的冷凍的不一樣 它是新鮮的 對 所以它很甜美 所以這個蟹腳這麼大隻 吃起來很過癮 省機票還有省住所 所以可以多進行吃 對 可是一隻兩個人分 其實就差不多了 雪場蟹助鎮黨賣點 加上吃得出來的仙材食料 李廷漢的火鍋店 短短一年就在競爭激烈的 火鍋葉中殺出重圍 在台北人的味蕾戰區 攻下其次 不怕麻煩 用認真創意區隔 李廷漢要讓平凡簡單的火鍋 沸騰出超乎想像的不簡單滋味 可悲啊 你怎麼有能唱歌 中校教是聽完了有能的嗎 而且你的聲音怎麼變這樣 拜託什麼感冒 還不是因為 你要和我搶閃鈴主唱的位置 我當然要趕快練唱 拜託 柯市長 有些事情是勉強不來的 你要像我這種賞音 是不可能啦 網友都稱我是 黑子牆之戶 我要跟你練小話 對了 你今天來找我要幹什麼 是這樣啦 我剛才送我女兒去立法院上班 順便來幫你拜託晚年 柯市長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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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講到新年快樂 我才想到 我這次過年的時候 傳簡訊向我的市府團隊拜年 很好啊 為他們這一年 對市府的努力表達感謝 應該的 但後來卻被我的幕僚念了一頓 下午以後傳簡訊 也要讓他們過濾一下 你又是在白爛什麼 不是 我就傳簡訊 祝他們 財源滾滾 心想赤城 招財進寶 你真的很白爛 我們全傳簡訊都可以讓人不送 你們家佩琪是不是每次聽你講話 都會翻白眼 不過話又說回來 以前我還沒帶母親前 就有人曾經跟我說 找女朋友是一種感覺 那怎麼說 找個40公斤的女朋友是骨感 找個50公斤的女朋友是性感 找個60公斤的女朋友是肉感 找個70公斤的女朋友是真情感 那找個80公斤的女朋友 那是有幽默感 難怪你幽默感這麼好 你...你真的有講話嗎 我一定要跟你搶到閃靈的主唱 來報仇氣死我了 Freddy... Freddy 跟我唱歌 電火球剛剛那白眼怎麼可以 翻得這麼白啊 換我試試看 等一下 警鐘啊 警鐘 那個花木眼睛中間了 幫...爆叫救護車 我是醫生 我現在是市長還是醫生 是醫生也是市長 是市長也是醫生 隔壁真昌 你們不要再吵架了 我們一起到台北市丁州路三段上 吃這個光看就流口水的蔥油餅 比比薄薄油花在尖盤上跳躍 一塊塊的燒餅 經過高溫油炸 表皮金黃酥脆 沥油後送進窯烤箱 接受烈火烤焰 剪開燒餅後蔥味四溢 原來是內餡很有料的蔥油餅 我試過的其他都很軟 這個很脆 不一樣 對 新加坡也沒有買這個 很特別 對 第一次吃到這個 它的蔥油餅 可能是搖烤的關係 所以吃起來就不油不膩 而且吃起來像脆餅的感覺 而且搖下去 有那種青蔥的香味也跑出來了 而且你看我是點這個蔥油餅加蛋 它的蛋是用炒蛋的方式 很特別 這兩個口味 是很配合那種感覺 還滿搭的 跟外面的那種放在一起 不太一樣的感覺 一整桶的蛋液倒入煎盤中 半煎半炒的方式 讓炒蛋香氣口感充足 放入蔥油餅皮中 這蔥油餅加蛋有創新吃法 老闆徐道弘拿著大把的青蔥 篩去末端枯萎的部分清洗乾淨 放入機器中切成青蔥末 頓時店內飄散濃嗆蔥味 而這股蔥味也讓徐道弘更有憧憬 很可惜嘛 蔥有蔥味 對 還好 對啊 它讓你有憧憬對不對 可以這樣說 這邊有事情做人就有活力了 每天現打的麵糰 醒過之後捏成圓形 讓麵糰更緊實 沒有 新鮮的不是比較好嗎 所髮小的那個 吃起來口感好像會比較不一樣 我是覺得東西始終是新鮮的比較好 新鮮的好吃 對啊 新鮮好吃 對不對 新鮮的好吃 對 沒錯 不要老麵要吃得新鮮健康 因為徐道弘原本從事旅遊業 但壓力過大 在1997年被診斷出罹患血癌 當時醫生宣布他的人生最多只剩下半年 因為他說如果白血病的話 如果急性的話就可能是半年死性 因為當時他也沒跟我說清楚是 慢性的急性 那當時是有認為他半年 好像真的短了一點 人生好像真的短了一點 當時夫妻兩才剛結婚不久 這個晴天霹雳的消息並沒有擊倒他們 徐道弘抱著既然遇到了 就要勇敢面對的樂觀態度 而老婆也只能故作堅強 在他面前一樣就是很堅強 然後就是有時候笑笑這樣子 那就是在背後的話 可能就是在浴室或是廚房 這樣子自己偷偷掉眼淚 等了七年 才等到骨髓配對的機會 手術成功撿回一命 但是休養期間醫藥費貴得嚇人 一天大概就要吃掉 約五千塊的山珍海味 那個時候是要吃好多好多 常常在吃飯的時候 吃完飯跟朋友開玩笑說 今天吃了多少 比如說這一顆魚刺 這一顆鮑魚 這一顆龍蝦 這一顆飯後甜點燕窩 因為一顆大概要七八百塊左右 一天要吃四到六顆 十到紅鬥趣的個性 鬥贏了病魔 夫妻倆決定不要再走回頭路 兩個人想起在上海時 吃到那獨特的蔥油餅 我在上海吃了很多東西 包括上海的生煎包 水煎包那些 吃了很多的小吃 但是還是覺得這個比較特別 所以說想請他教我 就是跟師父 就請我 乾爹跟我 就帶我去 拜師 拜師 拜師這樣 在上海學藝一個多月 回舖後 徐道宏還是得重新摸索 改良成台灣口味 少油少鹽 但添加了創意 蔥油餅和蘿蔔絲餅的造型 都跟市面上賣得不太一樣 不一樣的包法下 好像信封一樣把美味都留在裡面 一咬下去那個香味就馬上溢出來 這感覺 一場生死關頭的大病 改變了徐道宏的人生 也給了他機會重生 每天回去都是油煙味什麼的 就是碳的味道 油的味道 對不對 但是每天回到家裡也很怕死 怎麼會讓你感情怕死 自己大家做的事情都是親力親為 雙手做出來的東西 因為我們的餅不是經過機器 全部都是用人手做出來的 跟以前旅行業 爬爬燥 靠嘴吃飯 常常都在追錢的現實感相比 現在顧手在自己店面 靠手打拼 有個奮鬥的目標 多了踏實感 大併重生的蔥油餅 讓徐道宏找到了向前蔥的力量 最後一站 我們到新北市三重區安慶街 和大智街口 吃這個充滿古早味的小點 寒流夜裡 鐵壺冒出的白色蒸氣 伴著開水的哨敵聲 把冷空氣都攪熱了 七十六歲的米蝶阿伯正太熊 站在三輪車攤位旁 沒有任何可以擋風的地方 老人家穿著後外套煮米蝶 直說自己不冷 外面沒有人在賣 外面沒有人在賣 但是都不好吃 不好吃 對 老闆家那一吃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這個芝麻 這個 加黑芝麻跟白芝麻 比較香 多一個味道 味道醇厚的手工米蝶 熱騰騰的捧在手心 溫暖了每一個顧客 還有古早味太白粉 也是阿伯親手調配 小時候我祖母就泡給我吃個 泡粉 這個 這個 小朋友我都說被摸摸 是給他們看 那個小學生看了 好酷喔 好酷喔 提著鐵製的大水壺倒水 一不小心就會被滾水燙傷 應該這樣比較好 這個技術不好都會放到手 剛開始的時候要放手 燙到手 馬上就起泡泡 就起泡泡了 對 所以這都要驚豔 對 這個沖水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非常重要 這個太多太少都不行 一個晚上 米迪阿伯吃力的推著 騎著三輪車 穿梭在大街小巷 邊走邊停邊賣 米迪 太白粉 米迪太白粉 好酷喔 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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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加ού 開心 你等一下我ーん 坐在大街上 天若 давай 湯 好像沒滾 太多了 我還要吃 我肯定那這樣推過來 你喜歡的話 是不是 дел你 你不會 第一眼 不會 很重的 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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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每天這樣推 尤其有一點點上坡的路 一定要用推用拉的 那平路有一點平的 或者有一點下坡的 就可以用踩的 踩的就比較清潤一點 不要趕時間 慢慢推慢慢推 這樣就不會累 對 所以都可以賣到120歲了 我很多客人 尤其年紀大人 說你要身體要保養好一點 我賣太好的豬 對啊 然後我說我盡量 盡量 對古早味的掩飾 鄭太雄深覺得自己有使命感 其實他是從60歲才頂下蜜蜜攤子 我那個朋友他在台北賣了四十多年 後來他身體比較不好 那我跟他在一起聊聊聊 他就想他 你要退休了 退休了 你出來做做工作 那等於是運動 年紀大了 不能太空行啦 可以動就要動 所以我就把它卸下來 在賣米桌之前 鄭妹妹是在電影公司工作 影片進出口 還有宣傳照片海報的方面的 整理這方面的 這樣性質差很多耶 以前都做辦公室喔 但是這個麵茶這個東西啊 我小時候 然後在四五歲的時候 我祖父祖父已經炒給我吃過了 我已經很熟了 從電影業退休之後 阿伯重新開始人生的第二份事業 每天晚上七點出門 半夜十二點收攤 不分夏天冬天 他說很喜歡這份工作 不在乎一個晚上賣幾碗 三重二十年沒有人賣 所以現在三重年輕人 三十歲以下的 很多的年輕人 不曉得我在賣幾碗公室 不曉得啊 不曉得啊 就是我跟他講我賣麵茶太白文 他們還是搞不清楚啊 假如我不賣得外 真的要需求 三輪車上的瓶瓶罐罐 三輪車上的瓶瓶罐罐 米茶太白粉杏仁茶 應有盡有 要吃更甜的 還有煉乳酥餅 想吃鹹的 阿伯也有準備 阿伯你的雞絲麵還有配料啊 還有芹菜 還有芹菜喔 好 這麼講究喔 芹菜更香 更香喔 好 還打蛋喔 這麼講究耶 加蛋 雞絲麵加蛋 又香又營養 老人家動作不求快 只求細心仔細 煮米茶像煮料理一樣 有時客人多了忙不過來 還會打電話請太太過來幫忙 來 她拿回來 只提了 é 好 寒風中 少蠍聲親切的韈起 湖裡騰起的白煙 跟着三轮车沿路飘动 老人家骑车卖米达的背影 为冷漠的大都市带来多少温情 米达阿伯的三轮车 慢慢骑入夜色 骑入好多人的儿时回忆